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这是怎么回事 哦 是观音菩萨的生日 我们现在要去马里安曼新都庙 它坐落在桥南路 是不是很特别呢 位于亚拉街的苏丹回教堂 则传来了宣礼声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位于歌里门街的圣安德烈教堂 牧师正在向来这里做礼拜的人问好 参访了不同宗教场所后 是时候去找张永福先生了 诶诶 请前往大人路十二号的晚清园 看看这幅书法是不是很漂亮呢 这是张永福先生送给他弟弟的生日礼物 而我则帮他把这幅书法安上卷轴 啊 我们到了 感谢 在进屋前 我必须注意这几点 放轻脚步 拍照时不要用闪光灯 想要饮用食物和饮料的话 就到屋外 我们要爱护这里的文物和展品 不能随意触碰 对了 我只能用铅笔 还有 哦 轻声说话 好吧 我要和张永福先生见面 讨论一篇有关新加坡华人社群的文章了 希望很快能够在晚清园见到你 请不吝点赞订阅